講一下這一次的設計 因為你大學就是學室內設計 今天很高興來到高雄 因為台北英語綿綿 然後如果覺得台北很濕很冷的朋友 不妨利用這個週末假日來到高雄 就是會有一個非常晴朗的好天氣 那今天很高興來這邊 為自己跟伯樂良 首次的空間設計做節目 那我以前自己當然在大學時代念的 也是室內空間的設計 那最多最多也只做過我們自己 Stereo的店面設計 可是我想規模都很小 那這次非常感謝夢時代給我這麼大的機會 把這個好幾百坪的空間 然後兩千萬的預算 就交給我跟伯樂良 就是毫無限制的讓我們自由創作 那這次就是把這個整個 潮流大道的規劃的空間設計成 有點像讓大家在異國情調的碼頭 做就是一種很放鬆的散步 然後希望大家親自來感受一下 這一次的元素大概是哪一類型的元素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高雄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港都城市 而且這個設計的地點又在一個藍金館的肚子裡面 所以用了很多的海洋跟港口的元素 當然這個港口不是工業的感覺 而是有點復古的那種 要有那種有點像是維多利亞時代 那種大帆船靠港的感覺 所以大家來到現場就會看到很多的那種木頭質感的感覺 還有那種復古的風味這樣子 那所以像你現在原本是歌手 現在轉型當市面設計師 你覺得哪一個工作比較得心應手 哪個工作比較得心應手啊 就跟歌手比起來的話 其實在歌手跟創作人跟設計師之間 我覺得其實每一種工作我都努力去做 然後也希望每一次每一次都能夠不斷的更進步 那不過做設計的這一塊 因為有跟柏良的一起合作 所以就覺得其實輕鬆很多這樣子 跟寫歌舞台一樣 對 因為寫歌過程真的是非常辛苦 但是還好過程中有這個空間可以揮灑來做調劑 非常感謝孟時代的給我們這個創作的機會 那會不會有第二件作品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靈感 第二件作品 就希望接下來可以把這整個三行的外面的空間 都交給我來包裝好了 變成一個很大很大的這個諾雅方舟這樣子好了 這是不是算你第二個夢想的實現 嗯 其實因為我算是一個蠻貪心的人 一生中有很多不切實際就是的白日夢 可是也感謝大家給我們的支持 所以讓夢想一個一個像奇蹟一樣的實現 那今天這個空間規劃其實 算是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自己有一天可以做一個這麼大規模的規劃 所以真的覺得很開心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每一位朋友們 謝謝 那麼我們要讓大家開心 謝謝